OK了 哈喽 久等了久等了 久等了久等了 我刚刚收工 然后现在开始了 不是憔悴是今天那个地方很脏 我眼睛这都不是画的 这是被东西熏的 熏黑了已经把它给 把我这个 我卡不卡 应该不卡吧 OK OK OK好久不见 终于见面了 最近这段时间有点太 工作太满了 一直没有时间直播 本来早就要直播 但是一直没有个合适的时间 然后今天本来是可以早点 但是没想到 那个 排慢了一点 这我真看不见的是礼物 挂一下 我没带耳机 用带耳机吗 你听听声音 用带耳机吗 不用不用不用 声音听 对 哈喽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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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内容做点事情 今天整点 我先先跟你们聊会听 看你们说一下 别送礼物了各位 正看不见 脏死了已经 所以你征集的任务有哪些 所以你征集的任务有哪些 看一些reaction OK 可以先 眼睛红 是 我刚回来说咪咪都已经睡了 咪咪都已经睡睡觉了 人家已经 这两天 这两天在 嗯 现在在网上 看到了很多 嗯 墨语的阿创 就不能断根的 一断根阿创就很吓人 然后 看到了网上有很多 对于剧情的 解释吧 很多网友的解释 然后我看到一条 关于 昨晚上还是 关于昨晚上还是 前天晚上 那个林语那个是前天晚上吧 前天晚上的 很多人问素工为什么没有 亲下去 我看到一条他其实说对了一半 嗯 说对了一半 但不 也不能说 完全不对吧 嗯 颜真朋友刚刚拍了枯戏 刚刚拍了枯戏 刚刚拍了枯戏 然后 嗯 嗯 苏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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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这样也看了 我看那个 嗯说话 然后 表情啊什么的 其实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没有太 多的表情 因为他经历了太多事情 他的绅士 大家都知道 然后 嗯 就没办法 让他 太外话的去将自己的 感觉啊 自己的 态度给表达出来 像一些 嗯 可能更多说 都放在眼神上吧 之前采访上 我也好 我应该好像也说过说 我的一些 处理 都是一些 微表情上的处理 因为 就我觉得 太多的话 会容易漏雀 在特定的场次吧 但后面的会 有几场是 情绪比较大的 然后面部也比较大的 就会 稍微 外放一点点 整看 你睡 打呼了 他已经开始 嘴唇 嘴唇是 那个没擦干净 嗯 谢谢了看看你们的reaction 是那几个 嗯 这个哈 嗯 看看啊 怎么个事 这个吗 嗯 哦 好厉害哦 这两天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人画 小狠画得好好啊 画得好厉害啊 我印象深的是有一幅 嗯 有一幅是 就是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 就是 脸画的很瘦的那一款 也是战损的那一款 那一款 那个 嗯 图片然后画的很瘦 画的很动漫 那种 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水墨画的 就是用那种染 染料加水运了之后 变很淡的颜色 那种花 很好看 是真的挺厉害的 哦 今天这个很好看 小鱼仔 零三零五 这个是挺好看 对 这个 这个真好看 然后还有一个别的 然后还有一个别的 我找到那个 手黑的 出完桃花误会了 每去一次黑一次 每去一次黑一次 就是 每天晒晒完这流汗 防晒我也忘记擦了 哎 哎 现在我的脖子后脖子 这已经是雀黑啊 漆黑啊 漆黑啊 然后 这个是抓的真挺好看的 很羡慕会画画的人 我这辈子可能画画就是 只只跟画有关了吧 跟画画没关系 然后这样 嗯 这是我在墨语拍的第一场戏 之前有说过 王星月对女星姐姐的称 哎呦 刚那个就是我第一个 嗯 这是第一第一次拍戏出场戏 出场戏 然后 啊 啊 然后我说了 我跟你们说说话来 啊 就对这几天我的整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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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自媒体软件已经完全是 自己 我已经没自己霸评了 天天在刷自己 天天看自己 看各种二创 然后那个很 现在很多 很多人还原剧情 我也 看的很有意思 挺有意思 这是我同学的 猫 乖 哎 哎 这个还看吗 下一个 他再看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他再看一看一看 啊 多爱 哎 哎 确实挺强的这种事 是吧 他每一个 每一段故事都是 跟多爱有关 确实是挺 挺巧的 就是 说对身份 那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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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叫我 嗯 然后还有一些 关于台词上的也是 嗯 其实当时在配音的时候 有做一些 特殊处理了 就是 就是当时在人物小传上 然后在一些剧情上的 就是有刻意去 嗯 去弄一种声音 去为了贴合这个角色 贴合他形式的风格 包括当时 我当时还是 但我忘了是哪位老师的 我当时 在网上看了那些 有个动漫的角色的声音 我觉得很适合 萧衡的声音 所以当时我还特意去学了一下 那个声音 就是 学了之后 有点太 配音剧了有点 就 所以最后也没有用 那个声音方式 就中和了一下 就不会那么自然 就是在演戏的时候 嗯 这样说我真看不见你们的 评论 我研究一下怎么关的 速国公和阿黎互表心意在第几集 我觉得 嗯 嗯 就是我之前 我跟几年采访的时候也说过 就是我们每次 其实一直都是在互表心意在互相试探 只是因为 就是 就包括自己确定了 其实也没有去打破这个 因为 祖先还是有很多 要完成的事情 包括那天晚上为什么不亲 是因为 其实可以说是因为 应该可以说不能说你就打断我 其实是因为肖恒心中 就是肖恒自己还有很多事情 他需要去完成他没办法 就是现在将他完全的拉入到 我的这个肖恒的这个整个棋局里面来 整个布了这么多年的大王里面来 会 很容易 就是 我觉得最主要是 会很无法保证 学方飞的安全吧 所以 就没有说那个啥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小的细节 今天有点太晚了 我脑子有点想不起来 本来我准备了很多话的 真的 但是 有点太晚了又想不起来了 对肖恒有什么遗憾吗 有一场 遗憾 就是那场练剑的那一场 练剑其实也是在压制心中的火嘛 对于 那个 降临的那场雨 对他的种种行为 他心里都知道 但是 因为心中还有太多 需要去承担的事情 他肩上扛了很大的一个责任 整个 可以涉及到 当时整个国家的一个 一个重担在身上 没办法去 那么轻松做这个 但反而 作为我来说 我也喜欢这样 就是先把自己 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好 再去想 这些事情 可以并存 但是 得有一个保障吧 卡吗 不卡吧 啊 国府小桥 我也看到了 因为那个扇子 扇子 扇子每次出场 其实那个扇子我们都不知道啊 我每次在现场拍的时候都是 导演说啊 现在扇子从这儿飞到那了 然后 然后扇子 等会你就手一甩 你就然后你视线跟着你自己 心中那个扇子王的转 然后就是那个啥 然后今天那场戏挺难拍的 今天马车上那些我看了 其实当时现在很难拍 嗯 因为我要从我的马上 跳到他的马上 就威亚摔过去嘛 然后抱着他落地 虽然是分开拍的 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的 但是 那个过程能够 卡住那个点 是挺难的 那个 这个是什么 啊真的那个读台词那个哈 看看 这个 再聊会还是啥 我主要是看不见他们评论 我真的是 等会啊 苏国公的扇子 胃口如此牢 他铁扇子很重的 别看我每次在那装的时候 在那摆pose的时候 就是有很轻松 但其实是很重的一把扇子 隔着就没擦干净 苏国公有专属BGM 真的 这两天我的 一听到那个我就知道 哎我来了 飞天特效你是怎么憋住的 这其实还好啊 就是你们看你们看到的画面 我脑袋里想着就是那画面 当你给我形容那画面 就也不会憋不住了 除非有时候现场 现场很嗨的时候 会容易憋不住笑场 再看 再看 再看有没有啥 饿了就吃饭 困了就睡觉 别亏待自己 柠檬烤肉茶 OK OKOK 一共几场尾戏 就一场尾戏啊 只有一场尾戏 没带一心 我一般很少带一心 去逛矿洞那场 矿洞就是 那就那个下楼梯牵手 那个拍了三个小时 然后走 走那个路拍了一天 就拍的 但是那个路 但是那个路其实是我们是来来回回的走的 一直走 但是就用过补充的角度去交代那个路程嘛 眼睛怎么那么红 刚刚 刚刚哭了一下 手怎么 手在那个海边的蚊子咬的 他们是毒蚊子 他们说得半年才能削这个印子 好吓人呢 而且会反复养 会 就是我现在时不时的还会再养 就是这些印子 看肖横的时候 更多的是 其实是有一点在欣赏自己 有点帅了 但是更多还是在看表演吧 看当下给的 我发现 当时我追求很稳 但是其实我现在看了整理下来好像追到 十七集十八集今天晚上我看完十九集吧 是吧 反正啊 反正今天我看完这 反正这么多集下来 有时候还是会有点飘 就是那种 嗯 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是 差点意思还是还可以更本 嗯 有时候 感受之后看下来 更多的是看表演了 看这个角色 但是我觉得肖横这个角色 是真的 我遇到他还是挺幸运的 我整个眼下来 我是很舒服的 而且 虽然 看起来没有 那么多的 就是整体 你们看到的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那座的一站 一座 或者一个小反应 但当时也是想了很久 也是 现场碰撞出了很多东西 才有现在的肖横 而且我们整个剧本呢 也是很扎实 扎实 扎实啊 扎实的 剧本也是很扎实的 扎实的 对 我们整个剧本也是很扎实的 像 嗯 就会让我感觉就是 就是 很多东西都是有效在沟通 有效在输出 然后我们导演也是拍的特别的好 嗯 这镜头大家看得很唯美 而且也保证了故事在里面 有内容有内容同时也有画面 对 然后 我们的 就反而是那个 景言也是 他就我看了之后 他的那些反应有 有些戏我不在嘛 很多戏我都不在 都是他自己的那个支线任务 他的公路 其他的一些 发生的事情也是 是真的很好看 而且我印象最深的是 就是 那个放炮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看到他的表演 我 我主要是在跟那个 桑彪 什么彪来着 啊 什么彪来着 我跟他摇骰子 我摇骰子 然后我看那个时候的反应 是挺可爱的那个这 然后 这个是啥 吻戏不止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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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假的 我怎么接受异常呢 吻戏不止异常 你不知道 你只是看到那个镜头了 这个先不能说 这是后面的哈 这是后面的 不能剧透 不能剧透 你刚才不是在那剧透吗 说我 我可以把这个大闪关掉 这个灯关掉是吗 大闪关 怎么关 你后台可以关 嗯 有人咱们 深夜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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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好 没准备呢 今天都 不敢趟 可以说一句剧里的台词吗 说什么呢 今天那个 今天我看那个 那个不是挺好看 那个是真天好看 那一场 你太放肆了 那个时候我没想到 我我以为会有 哦不行 没事挺好的 我们拍的挺好的 嗯 今天那场戏 我就是很 我很喜欢 他那场戏 其实也挺难的 就是我要在那做我的反应 那场戏 讲解一下 那场戏 他在那说那些 其实我在乎的点 并不是说 他会绕局怎么样 而是 而是我想 在他在完成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是在保证自己安全自己能够 那个 能够 独身出来 独善其身的出来的 但是 他这一次就是会把自己整个人给放进去 然后会很危险 有 嗯 嗯 沐浴雨的大结局是啥 啥肉龟吧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排播怎么排的 怎么个事 排播前更一集 不知道怎么想的 来个 就是这个念台词的 今天争集的台词 争集的话 也没有台词 语音 干一行 行一行 一行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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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然后想听他说之前那个不要慌不要慌 啊 这个是我之前嗯 嗯 一个视频配的音 那么之前的口吻是用 什么口吻呢 之前那个啊 啊 不要慌 不要慌 太阳下山 有月光 不对 不要慌 不要慌 太阳下山 有月光 差有意思 我得戴着耳机 听着背景音乐 然后去配那个东西 然后来来来来 来杯冰美式 我想听小狸猫 这种语气 叫小心语 小狸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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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真的吗 嗯 试一下啊 小心语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那种这种这种词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去说出来 你现在 你现在我说这个有点怪怪的我会 黑白冬眠想听王新月深情并茂的说这段 南方的明眸 某 这是某哈 嗯 南方的明眸 嗯 嗯 来啊 南方的明眸 乌黑的眼睛 我从目光中阅读爱情 从我们 相遇的一刻起 你是我白天黑夜不落的心 不行我这种的我得 就是得 我得 那个啥得先理解了 然后再理解理解 来 南方的明眸 乌黑的眼睛 南方的明眸 我从目光中阅读爱情 我从目光中阅读爱情 从 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 你是我白天黑夜不落的心 差点意思 这个还是得那个什么一下 还是得大耳背景音乐 就是enjoy一下 然后 勒头之恩 想听 宝宝们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我下班啊 你们是不是一直一直在等我下班啊 对不起哦 来晚了对不起 今天拍的有点慢 咪咪给大家道歉咪咪 对不起对不起 我也对不起 OK 手臂肌肉是瘦没了 已经瘦 瘦 瘦成排骨 都已经 脏了 粽子 粽子吃麻辣王子的粽子 是麻辣王子的香菜粽子 其实它香菜不是特别的多 它只是 就是在里面会有一点香菜 毛 每天要回家跟他玩的 早上跟他睡觉之后 晚上跟他睡完觉之后 我脸上全是毛 洗完脸上也是毛 洗完澡没睡觉前 脸上都是毛 然后 吃咸粽 甜粽其实也还行 甜粽咸粽我其实都无所谓的 没有太厉害 山肉来广州玩 在横店出不去了 拍戏 甜 瘦其实没瘦多少 其实是 嗯 就是肌肉变肥肉了一点 什么是发vlog 其实今天 其实之前拍九万摩登的时候 拍了一个vlog 但是我手机没内存了 我全给他 我们那些视频给删了 因为他一直不发 他照片一直不发 我就一直发不了 等我手机微信都打不开了 哎我已经一TB了 我都放不下了已经 其实这次去福建玩还挺好玩的 去我们路桃花屋的时候 在俠谱玩里 差不多都玩了吧 下午的 现在这些拍的开心吗 挺开心的就是词太多了 哎呦今天现场背了一天词 背后面的 然后今天下午通告突然又改了 白背了 又来了一波 这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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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而且最近说实话没有太去体验生活 我觉得得需要体验一下生活 嗯 嗯 然后我看到那个家主的裤子又被扒出来了 那个时候那不是秋裤 那是人家系里面的裤子 那是系里面的裤子 怎么是秋裤呢 秋裤我怎么可能外穿呢哥 我上班呢 我怎么 什么时候 怎么都是什么时候去哪玩 我咋去呢 嗯 嗯 什么 嗯 最近反正就是 看见那种 那种字啊 会发晕 然后就是 pdsd st ptsd了已经 我看字都 我头疼 每天想做点减法 哎这个有点重复了 这个哎 哎设计一下 下个月去岳阳玩去呗 岳阳是真的很好玩 岳阳很好吃 岳阳特别好吃 嗯 姚玉佩在很后面的姚玉佩 哦其实我还有一张很好看的海报 很好看 但我在家里我没带 在岳阳 东北屋那期我没看呢 我不敢看了 太太吓人了 那一期 没想到会这么的 吓人 其实我当时还挺 嗯 还好吧 没有太太那个啥 但是 我看那我录那个reaction的时候 是真的有点麻 人麻了的感觉 好 岳阳回不去 这两天我妈妈 我哎 但他们走了 松个星他们来了 这两天给我做饭 但是没见面 再拍期这两天都 你们可以睡哦 要睡的先睡哦 反正这个有回放的 明天还可以看 麻了王死的很麻很辣 还是不建议大家吃 它有点太辣了 可以试试 我微麻微辣 原来很好吃 看看小梦 嗯 来啊 看我为你杀下这一句 看我为你杀下这一句 但是这个是在 不是在一个特别紧张的环境下说的 好像 我记得 我记得好像是 我得跟到那 去看 完了 到 我最期待的环节了 爱吃车离子的小林 生活不止适合远方 还有你 你这句话我挺喜欢的 2 王新月 新月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这封信 希望我以后写的每一封信 有一天都能够亲自送到你的手上 我是通过墨语云间喜欢上你的 虽然很晚上桌 但我想说 你真的是个很棒的男孩 你演绎的角色很棒 你一次次突破自己 我很喜欢小林这个角色 谢谢 我也很喜欢 现实中 你是个热爱生活 阳光 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人 不得不说 我是对你真上头了 这几天天 这几天凌晨 你这个有点病剧了 应该是 这几天天天凌晨 凌晨睡觉 饿补了你的综艺 以前电视剧的剧等等 我现在准高三 成绩不太理想 觉得自己挺失败的 不传递负面情绪啦 总之不管怎么样 努力就好 嗯 成绩不太理想 跟失败为什么是挂钩呢 我觉得这是两面吧 是 你成绩不好 但是 这只是你未来的其中一条路 可能在目前这个是 你是处于一个低谷期 但是可能当你发现了一个 更适合自己的路 或者说这条路 你还生一年 准高三分 你还有一年可以再去尝试 再去努力 在这方面去 去奋斗 然后我觉得 不需要自己这样觉得自己 嗯 没有传递负面情绪 总之不管怎么样努力 哎呀你自己说了 我不相信未来怎么样 只要努力过就好 最后我想对你说 请你做好你自己 成为你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也会好好努力 努力去见你 我也很期待以后 跟你见面 要接你上百次 谢谢你让我知道你 你很优秀 很棒 你是我前行道路上的曙光 你的身后有我们 我们一直在 我们一直在 谢谢 看来 来 徐兴念喜欢 月亮 呀 真正 真正 呀 你的评论说 明天公布400万福利粉丝 嗯 400万粉丝福利 刚刚说啥 最近晕字啊 真的我看见这种字 我很开心读到你们的信哈 但是我看到字啊 我对脑袋里面就是 在想意思 在过滤 在记住它 在那个什么什么 啥 然后 一直很想抽时间 一直想抽时间 珍重的给你写这封信 但看到你的评论 说明天公布 400万粉丝福利 担心没能在你直播前 把信写好 就先动笔写了 我是一位来自 马来西亚的幸运啊 哦 我们上个戏 就有好像 我真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 哦 对 本来我杀青是 想去那个 马来西亚的 是好像是马来西亚 我忘 我忘记了 那是 你就爬那个 Brembo火山吧 好像是叫 那个火山 然后 我当时本来想去 但是我那个两个胖子朋友 他不愿意去 就是不太远了 试试证明 王兴悦你已经很厉害了 已经火到马来西亚了 今天是我喜欢你的第190天 刚刚好 不多也不少 距离上次给你写信 你生日已经过 3月5号 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突然觉得 过一段时间 给你写一封信 也挺好的 毕竟 每隔一段时间 感觉都会有些小变化 所以我也说 我觉得写信 我没有这个习惯 但我觉得 就是 感觉就是 你这一段时间 写一封信出去 是你这段时间的 就是无论收件人是谁 但是 这是属于你这段时间的记忆 你这段时间的感受 然后到你下个月的时候 你再去写一封信 又是下一个月的 这事情其实 挺浪漫的一件事情 刚刚听的 现在我有点生病了 咳嗽伤风 还有点头痛 要是说的语无伦词 然后 生病了 记得吃咬 怎么说呢 对我来说 你就像我生活中的一处 快乐圆全 每次看到你的时候 就会很开心 就是真的 无论是你日常的视频 拍摄定装视频 参加活动照片 或者是 剧组拍摄花絮 综艺等等 甚至还有微博评论 每次看到你 就觉得你很真实 你每次都会把自己 最真实的 你每次都会把 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 把正能量和快乐 带给大家 我们新月月月好了 一部剧 一部又一部的剧 一个又一个的代言 接踵而来 最近还能以男主的身份 再次上好六了 其实上好六还挺开心的 这上好六我还挺开心的 因为回苦难了 但是 好像当天晚上就得回来 每次看到你的资源 又来越好 我也打心底感到开心 而且对于我来说 因为对于我来说 你是特别好的人 谢谢 你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你也特别争气 演技好的没话 这个不敢说 咱还在学习中 本人也依然 本人也依然善良 谦虚 一点架子都没有 看到电风波开机 你可以训练地乃茶 别提隔着屏幕的 我有多羡慕了 感谢大家了 那一次是 辛苦大家 有时候自己遇到事情 会麻烦 会烦恼 会心累 会很想放弃 但是休息的时候 哪怕看到 看看你的视频 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安慰 黄哥一路走来 也很不容易 你可以做到的 我也可以做到的 你也可以做到 看到你的脸上 永远洋溢着笑容 我也希望你能一直 快乐自在下去 艺人这条路并不好走 它伴随着 它伴随着很多挑战和困难 但我相信 你会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因为你是王兴远 全世界唯一 不可被取代的王兴远 你的乐观坚持 你的随和自在 都让你在这条路上 能够游刃有余 越走越顺 我相信新人演员 王兴远一定能够 发光发热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真的很想被你翻牌啊 但其实 我总觉得你都看得到的 你或许不能一一回复 但你肯定把心语学的 每一个词都仔细看了一遍 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 没有被翻牌也没什么 只要你看到了就行 不过 我还是很会期待 我还是会很期待 看到王兴远评论你的微博 这样一条通知 嗯 我现在读了你的微博 我看到 我评论我都会看 私信我都看 最后 王兴远一定要继续做好自己 你只要每天都开开心心 不被世俗恶的 不被世俗毒打 永远保持初心 坚持给大家带来正能量 这样就足够了 好的 只要你每天快乐 幸运才能够被你的快乐给感染 什么时候你能来马西亚 什么时候你能来马来西亚 你若是来了 我一定想办法去见见你 再不然就等我去找你了 千千期待一下见面那一天 嗯 有机会去吧 去帮帮忙 或者有工作的话 王兴远 愿你有勇敢 哎 是不是 我把门打开在上厕所吧 王兴远 愿你有勇敢坚持自我 自由 支配命运的勇气 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们得一直相伴走下去 好 谢谢 这个是 MAYYYYATEN 期待早日见面 TUO 新月 展信家 我觉得展信家这个词 真的挺浪漫的 这个词 看这个就觉得很温暖 就感觉带来的是好消息 感觉 因为我读信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写展信家 然后 就会觉得 是 从远方传来的 一方 一封好 好消息 胜利的 消息 嗯 从发现你 认识你 再到了解你这段 奇妙的旅程中 其实最想说的词是 感谢 感谢缘分 感谢你的帅气 真诚 感谢你的 善良有趣 感谢你的勇气 排名不分先后 嗯 你还挺会端水的 有时候真的觉得 缘分妙不可言 或许我可能是为数不多 因为诸售魁而成为幸运的人 诸售魁 其实挺好看的 诸售魁 嗯 就是 小田剧吧 诸售魁 嗯 在吃饭的时候 可以伴随在身边看着 对 太子哥哥真的超级超级可爱 那个是 那个是我角色里面相对来说比较 跟我本人相对来说比较贴合的吧 嗯 最贴合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场直播 后知后觉才意识到 一直喊你小孩哥 却忽略了 其实你也只是孩子 我不是 我不是小孩子了 我不是小孩子了 嗯 是和好朋友一起旅行 会觉得很开心的小孩 这个确实我很开心 是迟到妈妈做的饭以后 很开心的小孩 对 这样的天天再吃妈妈饭 那个牛排 然后龙虾 居于好吃 是时隔很久 回家了以后很开心的小孩 嗯 我无法想象这一路来 你所 这一路走来 你所经历的一切 每段经历都有它的意义 所以好的坏的我都感谢 感谢这一切让你成长 感谢 为现在的王新月 成为一个 闪耀的王新月 也感谢王新月的幸运们 一直陪伴在王新月的身边 去支持王新月 相信王新月 希望你永远自由 永远快乐 永远拥有自己 拥有属于自己的快意 潇洒 嗯 谢谢 这好的坏的对于我来说 嗯 我觉得都是一件 一个里程碑 你坏的事情呢 它是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事情 是值得我去记住的 值得我去成长的 嗯 就觉得也都OK 就有新月 此时还在图书馆 记什么英语单词的我 是吗 不是小黎云南宝 是吧 云南宝对 不是爱的不是小黎云南宝 此时还在图书馆 记应该是英语单词的我 这应该是个英词 一字字 写不起没清楚这个 是吧 应该写连笔 对 记英语单词的我 突然想起 来你今天发的香格里拉的旅行照片 作为一个云南老表 老表拉 实在有些 实在是有些小骄傲的 自己喜欢的明星来了自己的家乡 玩个玩得开心就好 挺开心的 我那虎脚下爬的 别人网上攻略说得爬四个小时 还是五个小时前半段 我爬了多久 我爬两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 我不是等我哪个胖子朋友 我能更快爬过去 在那中途有个客栈可以休息 不是等他们我睡了 我都已经到了 下次要是有机会可以来云南 有机会再来云南 可以去芒市 是德宏 瑞丽 藤冲 我老家 可以 这样小众一点的地方 我其实很喜欢小众的地方 不比丽江和大理叉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嘛 有每个地方爱玩的东西 都是很具有云南民族特色的小城市 当然 这只是建议 少爷要是有想法 想去哪就去哪 云南每个地方都很美 云南美食千千万 欢迎品尝 我那天在云南 我忘了是在哪了 吃了一家 我这辈子是感觉到 能够排了上浩尔的烧烤 真的 那些烧烤真的很厉害 给王哥列了一些云南的特色美食 相信 相信本云南宝宝的推荐 以后再去云南 可以参考一下 土生土长的云南美食是我 没错了 美女 土生土长的云南美女是我没错了 不是小黎 很用心 小小块我吃挺好吃的 我很喜欢吃 西锅鸡我吃了 明能小黎咖啡 五元一杯吧 五元一桶 但是好多那个 OK记住了 下次我去我带着这个 但你也没告诉我 哪家店好吃 这么多家 没告诉我哪家店好吃 是 OK我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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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黎记住了 不知道写点什么 不知道写点什么 算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单纯想记录一下 祝你星途璀璨 墨语云间太好看了 好看了 确实是好看 墨语云间 还不错 摘不了 我戴头套了 这 就是刚刚拆完头套 来重新刷 我也想去 想去吃铜鞋 我已经下班了 今天已经 差不多了 你们也该去休息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露云老军山我一定得去的 我在网上刷了好多 他那个爬山的视频 是爬老军山吧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山 说是泰义州有一个 很吓人的山 我得去玩一下 OK啦 晚安啦 幸运们 拜拜 今天的快乐 差有13分钟就结束了 明天又是一个 全新的一天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